《生命纪》第八章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啃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苦练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 玛纳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里思想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因为耶和华你神 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 有泉 有源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和蜜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亦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桶 你吃的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的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以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 蝎子 干旱无水之地 它曾为你使水 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 列祖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 警戒你们的 耶和华 在你们面前 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第九章 以色列 你当听 你今日要过约族 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 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 那名是亚纳族 那名是亚纳族的人 又大又高 是你所知道的 也曾听见 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 站立得住呢 你今日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前面过去 如同烈火 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 这样 你就要照 耶和华所说的 赶出他们 使他们速速灭亡 耶和华你的神 将这些国民 从你面前撵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将我领进来 得这地是因我的义 其实 耶和华将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 是因他们的恶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 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耶和华 要坚定他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亚各 启示所应许的话 你当知道 耶和华你神 将这美地赐你为业 并不是因你的义 你本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旷野怎样惹 耶和华你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常被拟耶和华 你们在和列山 又惹耶和华发怒 他恼怒你们 要灭绝你们 我上了山 要领受两块石板 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 那时我在山上 住了四十昼夜 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 是神用指头写的 板上所写的 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 在山上从火中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过了四十昼夜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 就是约板交给我 对我说 你起来赶快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自己 他们快快地 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筑成了偶像 耶和华又对我说 我看这百姓是 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 使你的后裔 逼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 于是我转身下山 山被火烧着 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 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 铸成了牛犊 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 所吩咐你们的道 我就把那两块板 从我手中扔下去 在你们眼前摔碎了 以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从前 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四十昼夜 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 要灭绝你们 就甚害怕 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 要灭绝他 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住的牛犊 又火焚烧 又捣碎磨得很细 于是细如灰尘 我就把这灰尘 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你们在塔贝拉 马萨 基伯罗哈塔瓦 又惹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打发你们 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说 你们上去 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神的命令 不信服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 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 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 就在耶和华面前 照旧俯伏四十昼夜 我祈祷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力救赎的 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海 以撒 雅各 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 邪恶 罪果 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 那地之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 领进他所应许之地 又应恨他们 所以领他们出去 要在旷野杀他们 其实 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能和身出来的 绑壁领出来的 第十章 那时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上山到我这里来 又要做一木柜 你先前摔碎的那板 旗上的字 我要写在这板上 你要将这板 放在柜中 于是我用造夹木 做了一柜 又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手里拿这两块板 上山去了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 所传与你们的十条界 照先前所写的 写在这板上 将板交给我了 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 我所做的柜中 现今还在那里 正如耶和华 所吩咐我的 以色列人 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 到了摩西拉 亚伦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儿子以利亚萨 接续他 共济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起行 到了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 到了有西水之地的 约巴塔 那时 耶和华将立位之派 分别出来 抬耶和华的约柜 又势力在 耶和华面前 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今日 所以立位人 在他弟兄中 无份无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 你神所应许他的 我又像从前 在山上 住了四十昼夜 那次耶和华 也应允我 不忍将你灭绝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起来引导这百姓 使他们进取 得我向他们列祖 启示应许所赐之地 以色列 现在耶和华女神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性 侍奉他 遵守他的诫命 律例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 都属耶和华 你的神 耶和华 但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从万民中 拣选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像今日一样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 污秽除掉 不可再映着景象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祂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智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他为孤儿寡妇申冤 又怜爱寄居的 赐给他衣食 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他 专靠他 也要指着他的名 启示 他是你所赞美的 是你的神 为你做了那 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你的列祖 七十人下埃及 现在耶和华 你的神 使你如同 天上的心那样多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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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